前不久尼加拉瓜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 中国的世界朋友圈进一步扩大 这充分证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 人心所向 大势所欺 在台湾问题上 我还想强调的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虽然海峡两岸由于当年的内战 存在政治对立 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 也不可能分割 这才是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 也是体现一中原则的 九二共识的实质内涵 由此构成了两岸关系 谋求和平发展的根基 而民进党当局 执意破坏这一现状和根基 是制造台海局势紧张的 罪魁祸首 美国违背中美建交时 所做出的承诺 纵容鼓励台独势力 试图歪曲和掏空一种原则 这种做法不仅将把台湾 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也将使美国面临不可承受的代价 中国实现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大事 台独走向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台湾除了和大陆统一 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 这是历史的必然 也是现实的逻辑 大陆统一 明天 西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